賴東閒你先來 好不好 對對對 我在拍戲之前也有主持外景 然後它是發生 我覺得也不算是鬼故事 它是詭異的故事 有點詭異 也是想起來會有點毛毛的 它是先從當天要住的飯店開始 它是一個感覺像是剛蓋好的一個大樓 然後所有的漆都好像是剛漆上去一樣 然後幾乎都是白色的 就像後面那個牆的顏色 你想想看喔 它是一間飯店 但是它整間都是白色 白色其實我們是知道的 這 對 就白色 對 然後 好具細迷你 對 太具細迷你 對 然後你就是覺得 一開始進去這個飯店有點不太舒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就開始上樓 一除電梯 然後一左轉 你就發現就很像鬼片當中的一個 看不到底的長廊 然後它就會 每間飯 每個房間就會一個一個這樣排到最後 然後 通常你到一個飯店住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 有些人是在裡面會有吵雜的聲音的 但是你可以很 那一次你可以很明確地去感受到 那一層樓沒有住人 但是為什麼就要安排我們住在那邊 而且它也不是安排我們住在那個 電梯的旁邊 它是安排我們住在 接近尾巴的地方 喔 這也是一個角 對 這也是一個 奇怪就是為什麼要 就是明明就沒有人 但是不安排我們住在電梯旁邊 我們這樣就很方便嘛 下電梯就好了 但是它是安排我們住在 接近尾巴的地方 這是第一個詭異的事情 那第二個就是 因為我通常是比較習慣晚睡的人 我都會看電視看到2點3點累了才睡覺 我那時候就看電視 然後 一樣就是會好奇 那個地方的一些旅遊節目 或者是一些綜藝節目 我就看著看著 那大概到1點半 快2點的時候 畫面突然就是 變成雪花 就像這個樣子 對 然後就是它那個螢幕就會 一直不斷的在跳著重回 一直一直一直從上到下 從上到下 從上到下 然後它的那個聲音啊 就像是被抽掉一樣 就感覺像是完全像是 另外一個人在主持那個節目 然後聲音聽起來 全部都完全不一樣 然後我就心裡會有點毛毛的 但是我自己本身 就是 對於這個事情沒有想太多 所以我最後還是 就這樣把那個節目看完了 你說在看那個雪花嗎 對 我就 我就持續這樣看看 把它看完 有點累了 然後我才去睡覺 這就是 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經歷啦